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温馨的家庭当中 因为爸爸妈妈只有我这一个孩子 从而对我的管教也非常的严厉 每次当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 他们总是会坐在我旁边陪着我写作业 因为我的父母他们也是知识分子 说一对课本也非常的熟悉 也正是因为他们对我的希望过大 会让我有时候感觉到压力 所以我每次在我期末考试的时候 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争取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这样就不会让我的父母他们感到失望 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 因为在上学期间父母他们思想传统 不允许我在读书的时候谈恋爱 所以直到现在都已经三十多岁的人了 却只谈过一场恋爱 在那段恋爱当中我付出了很多 我原本以为那个男人会对我很好 然后能够和他一起走向婚姻的殿堂 可是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想的 渐渐时间飞快地流逝 转眼间所想象到的 在情人节那天 他竟然和我提出了分手 并告诉我他已经不爱我了 心里已经有了别的女人 于是那天晚上 我就和他结束了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很多时候女人都是受伤的动物 总是在把自己伤的遍体鳞伤之后 才觉得当初的自己有多么的幼稚 也正是这个原因 从此让我换上了一种自卑的心理 我顿时间对爱情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同时我也对自己身边的那些异性特别排斥 我觉得他们男人都是一种货舍 永远都是在得到之后不懂得珍惜 从而抛弃了自己 我原本以为自己会单身一辈子 可是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和朋友大晚上一起出去玩 就在这时突然迎面有一个男人撞到了我 我心想这毕竟不是一件大事 所以就没有去计较那么多 可是当时那个男人他已经喝醉了 并且还守指着我让我给他道歉 因为我本是一个软弱的女人 所以就在这时突然从他身后又走出了一名男子 替我主持公道 并且还让那个男人跪在我面前 向我低头认错 也许就是因为他这一个小小的举动 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我觉得在认识他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深深的喜欢上了他 于是我就问他要了联系方式 后来的几天当中 我们都会像普通朋友一样去正常的聊天 在聊天过程当中 我得知他年纪比我大很多 可是我觉得只要两个人相爱 年龄并不是问题 于是我们两个人就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在我们接触半年的时间里 我觉得两个人也都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所以我就让他向我求婚 可是每次当我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他都非常的排斥 并且总会找很多理由去敷衍我 有的时候我顿时间觉得像这种男人 他是不是也不爱我 并且当初只想玩玩而已 现如今他也没有给我承诺 并且身边也不缺少女人 可我每当想起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时 我都会很开心 每次睡觉我都会梦到他 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谢谢大家